很多人都相对比较有遗憾一些 尤其是亚森克莱 相对比较遗憾一些 两年的时间 然后对于扑林决的擂台 出身之战 其实是16年走了一半 15年走了一半 今天无论胜负结果如何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 他直接生涯当中 能跟亚森克莱打上一次 我觉得 对 我也是一个不小的收获 亚森克莱开始发力了 但是一郎的右手 往外格挡得这么靠外的话 容易很容易被踢伤啊 其实还是可以主动点多打起拳 对 就像这样的 很聪明啊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 一郎一直往自己的左侧转 场上虽然亚森克莱 给这个一郎的压力很大啊 但是双方从这个落点上来说 一郎其实并不 并没有太大的这种劣势 对 比之前的半决赛曼和夫表现得要好一些 我们看一郎的这个反击啊 特别有效果 注意到什么边 要移动开要绕开 其实刚刚有机会要转出去啊 这个反击真的是很快 而且一下就是三四拳 今天一郎的组合拳反击啊 为他扳回了不少分数啊 而且落点也很准啊 是的 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往自己的左侧走 这场比赛亚森克莱到现在为止打的我觉得并不轻松 对 对 看看能不能扛到比赛结束 我们看到日本选手 龚越宗一郎 这个鼻子和嘴里面 都已经有血了 好 比赛结束 比赛结束了 我想跟天王级的人物碰撞 这是高嫂 这是舒博帮范的高嫂 对 确实是像面对 像亚生克的这样 天王级的人物 确实是在这些基础细节上 还是有很大差距 希望今年 亚生克莱的诸神之战道路 越走越长 说他 比赛结果 Edwin winner Better right corner 红发生